杨宗风到行宫来见萧太后 假意说前来助阵 萧太后没看出什么破绽 白酒捆带她 她又想把杨宗风给拴住 就叫来黄凤仙出来 想给两个人定亲 黄凤仙来到桌子前 抬头看见杨宗风 可就愣了 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 在江场上他要和我交战 我走了 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的呢 他是谁呢 心里合计两眼发直 杨宗风看见了凤仙 也吓一跳 怕他说出来 两眼一瞪 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 意思是说 不许你胡说 两个人四目相碰 就在桌前 萧太后看出了破绽 嗯 这两个人怎么看着发愣呢 凤仙呢 你干什么呢 黄凤仙呢 黄凤仙的脸儿 蹬得一红 把头低下了 诶 凤仙 怎么你们认识 黄凤仙心说 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 我是讲不讲呢 说了 他个危险呢 不说 萧太后看出破绽 这可怎么办 宗风急忙把话接过来 哦 我们见过 那在什么地方呢 呃 你问他吧 哦 凤仙 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 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 这 凤仙心想 他救我的命 今天我要说出来 他可活不了了 别害他 等过后再说吧 啊 太后 那是 在困隆阵外 我追赶王兰英 一时不慎 叫到山剑下 是他 救的我的命 要是我 没记错的话 他叫麒麟子吧 萧太后乐了 哎呦 那么说我外孙子 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呢 那我就不用眼尖了 快坐下吧 杨中风这才放心了 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 是怎么回事 萧太后 因为喝的有七分醉了 所以乐的眼睛都眯封到一块去 看看黄凤仙 再瞧瞧麒麟子 越看越高兴 这是天生的一顿 凤仙哪 你也不小了 你父皇凡在镇中太忙 你娘又在皇城 都顾不了你 我很喜欢你 从你到军中之后 可没少立功了 这么办 我同仲为美 把你给我的外孙子 提林子吧 凤仙 乐意不乐意啊 武将家方 学找大方眼 凤仙脸通红 心腾腾着掉啊 黄凤仙和杨中风 两次见面 凤仙早就有意 只是中间缺少眼线人 可是后来呢 杨中风投到送迎 在江场上讨调阵 要和黄凤仙交战 可刺伤了姑娘的心 但是这件事始终没忘 没想到 在这九七战前又碰上了 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 真名叫什么 我都闹不清 我能以身相许吗 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 没答应 萧太后呢 以为姑娘家寒羞 没注意这些 他问杨中风 丛林哥 你乐意不啊 中风一想 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 完了再说别的 啊 外祖母 那您就看着办吧 哦 真听话 就这么定了 来 把酒杯换过来 杨林子也没动 黄凤仙也没动 任金桶在旁边站起来了 把两个人杯 给换个个 小太后乐得了不得 乖孙子 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 给点什么好 乖祖母 我没有什么呢 那好吧 把你那口剑给她 这回杨中风可舍不得了 亲的话这是保认啊 我师父给她三黄剑 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 给她怎么行啊 黄姥姥 不行啊 这是我师父赠我房身的礼刃 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 哎 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 又不是外人 你给她 中风一看不给是不行 眼珠一转 记上心头 黄姥姥 你说我把剑给她 也没有使的 这么办 把她的宝剑 借给我使是行不行 哦 来个换剑 好啊 奉先 把你的剑给她送过去 奉先一想 她那口剑 比我的剑好多了 换就换 所以先摘起来了 中风也摘起来 两人一换 中风一想 等一会儿到下边 我就要下来 萧太后说 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啊 我得了两员大将 任金铜 齐林子 前来助阵 这是个喜事 再一个 我外孙子和奉先订婚 是第二个喜事 大家可多喝点了 另外 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 守住天门阵 现在 离打开阵的日子 只有十天了 十天以内 他们要打不开阵 我们就算胜 中原就得给我们 拿香树 拿顺表 所以这几天 可要精神点 别出事啊 大伙人试试 你放心吧 太后 今天一来给您道喜 二来 祝您长命百岁 大家连吃待喝 都挺高兴 唯独老贼王强 心里犯敌骨 这个家伙 心眼最多 心中暗想 他这个外孙子 麒麟子 这是杨四郎的孩子 到这儿 能尝吗 不敢说 但是你还不能现在 把话说出去 说出去 萧太后还不满意 王强虽然怀疑 但是没什么把揹 原因是 杨宗峰到前级 认祖归宗的时候 王强没在当场 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 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 说是木归英 杨六郎等人 都上城头去了 外边又打仗 王强说 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 他也没顾得问啊 说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 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 他光顾自己逃命 叫他的侄子连放火 带头降龙木 然后匆匆忙忙 从东门就走了 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 但是这个老贼呢 就觉得不是姿味 怎么办 千万别上当 不管怎么地 萧太后是个女的 见识短 我得替他多想想 嗯 我何不派人暗中 看看这个麒麟子 黄强脸上 他笑呵呵的 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 都喝完了 萧太后告诉任金童 你赫你师父守玉皇镇去 本来黄奉仙也应该到镇里 我想召集他和同龄哥完婚 三天五日之后就成亲 叫贺黑律 帮助 曹半曹半 也留在这 随后命人 叫王强 黄世祥 王世祥 王世露 到新宫外边的房子住去 韩昌呢 还带人寻证 黄奉仙住在 萧太后 挺宫附近的配房 为的是看香龙墓 香龙墓 就放在后边的藏经楼内 杨宗峰被安排到 江翠平住的屋 这个地方原来是八郎住的地方 派两个人伺候着 王强 一看七林子走了 打发他的侄子 王世祥在暗中跟随 再说黄奉仙 把萧太后揍到寝宫 见他倒下 睡了 再回到自己屋里 把丫鬟打发出去 往床头一坐 独队阴灯 越合计越犯愁 怎么也睡不着 刚才这事 好像做梦一样 天哪 我这算定亲了 我这未婚丈夫 到底是谁呀 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 我可得问问去呀 不行 没成亲就去找人家 叫人笑话 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 又一刻 孤命都顾不过来呢 还不定怎么回事 别管那些 奉仙带好宝剑 悄悄的出力了屋门 奖门倒关好了 只问寝宫宫门 门官一问 他说他出去 寻迎放烧 就放他出去了 然后他拐了几个弯 就问杨宗峰的房门来 他站在房门的外边 往里边一看 静悄悄的没人 一看屋里 灯光明亮 人影晃动 这人影一晃动 知道是杨宗峰 他听着没有声音 往左右瞧瞧没人 这才来到房前 脸通红 心腾腾之跳 轻轻的弹门 杨宗峰更睡不着了 你想啊 他眼看着王强 不敢伸手 强楼墨在什么地方 都不知道 他心里有事 能睡到觉吗 但是第一天来 他不敢动 也怕人家不幸 所以在屋里 六来六去 听外边当当弹门 问了一声 谁 我 将军 开门 啊 杨宗峰听出来了 是王奉天 这个家头来干什么 莫非说 他 还想要注意问江场的事 他来得正好 我把保健签 要过来 说好了 放他走 说不好 他也别出去了 急忙开门 让奉仙进来 随手把门关上 奉仙来到里边 都不好意思了 中风的脸冷冰冰的 黄小姐 半夜至此 有什么事啊 他连在座都没让 奉仙就往旁边 前那一靠 啊 将军 我有一事不明 当面请教 说吧 前两天 我在两军阵前 碰上一名宋将 这个人 报名叫 杨宗峰 我看他特别像你 那么将军 你认识不认识 那个人吗 黄小姐 不用兜圈子 不就是杨宗峰吗 告诉你 杨宗峰 齐林子 铜铃哥 是一个人 哦 那么说 你是阳门后代 哎 在我皇老了 那我不就说了吗 我父亲 杨四郎 我也没怕你呀 那 那你 刚到完宋营 怎么要到这儿呢 这个 那就不用问了 于你有什么牵连呢 将军 你我已经订婚 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谈的 那你实在要问 好 这里有你母亲一封信 叫我烧给你 你看看 宗峰 也怕外边有人偷听 他把门开开 瞧瞧外边没人 把双扇门又对上 转身打开了盔甲包 打里边拿出护心镜 护心镜打开了 里边取出王室书信 这这临来的时候 慕鬼英叫王室写的 由宗峰 带进山上 奉先打开书信 仔细一条 使母亲王室 劝女儿投降 归顺的信 看完信 半天没眼 宗峰说 你坐下吧 这封信你看完了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 将军 我没有什么主意 我曾经问过我父亲 那个人是不是我的生神母 我父亲他说不是 说我的亲娘在皇城 可是皇城的母亲 她和我不贴心 那今天打开天窗 说亮话吧 我是杨家后太 那么水流千遭归大海 我还得归到宋阳去 为什么到这来的呢 我是为祥龙墓儿来 你我三次见面 萧太后 又给我们定了亲 你想怎么办 若有恋我之心 那你就帮我得祥龙墓 供到宋阳 咱们就是好夫妻 白头到老 你要向着你父亲黄帆 你东我西 咱们各走各地道 我还不怕你 给萧太后送信去 你看怎么办吧 黄凤仙急得抖了手啊 心说到这这了还怎么办呢 就得听你的呗 将军 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又两次巧遇 太后有座没人 看来该早如此 既经定亲 那我随将军你的 你看怎么办合适呢 你要听我的 咱们就到宋阳去 可是 我和宋阳的战将打过仗啊 几次在江场伤人 怕人家不收啊 哎 你心眼太小了 还有我呢 你还可以利公赎罪呢 你要帮助得了降龙墓 那道送营 你算手工一件 凤仙点头答应 两人越谈越投圆 只恨相见太晚 天骄三骨 凤仙说 我该走了 宋阳说别家 降龙墓的事怎么办呢 包在我身上 不出三千 准到处来给你 咱们一言为定了 嗨 错不了 黄凤仙站起来 刚要走 还没能走呢 这门就哐就开了 紧跟着打外边 扑洞扑洞 摔尽两个人 这两个人是扭在一起 撕打在一块 杨宗峰就知道不好 按话妹说 把两个人 插都拽到屋里 随手光当把门关上 哗了 插上 回身一脚 有两个人 撕打在一块 宋峰说 宋峰 退起来 站起来 个大个子 把脑袋低着 旁边是个小孩 黄凤仙 你看这小孩认识 那是八郎之子 杨宗莲 宗莲 你怎么到这了 奉仙姐姐 你们俩在屋里说话 这小子趴着偷听 就我看起来 我到旁边一瞧啊 嗯 这家是王强带来的 那不说 你们俩说的话 他都听见了 他拐着放回跑 就一下就被推进来了 啊 奉仙就明白了 宋峰 这家我不能留 你出去看着点 有人来了 给我送个信 黄奉仙转身出去 随手把门关好了 在外边给听份 杨宗峰伸手把宝仙亮出来 哎 说实话 你是谁 我叫王世祥 我是 王强的侄子 啊 你到这干什么呢 我叔叔叫我到这来 看一看听一听 那么说 刚才我们说话 你都听着 没有 没有 我告诉你 我是杨宗峰 到这就为 祥龙牧来的 还是为你输入脑袋来的 哦 到这偷听了 甭偷听 我都告诉你了 你送信去 不敢不敢 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杨宗峰一听 王世祥 哎 我问你 江翠平 他的居家满门 是不是你杀的 嗯 不知道 你说实话 那不说话 我打死你 嗯 那不是我干的 是我叔叔 叫我干的 哎呀 好小子 老江家都叫你给害了 我姐姐被他们给杀了 我是这个哥哥 要他脑袋 给我姐姐报仇 杨宗峰知道 把他留下就是祸害 自己在这待不住了 所以二花妹说 道进前伸手 抓住头盖 保健 望 谁一送 吞吞声 望外一冲箭 蹭 穿出多远 血扑地出 连个血点都没绷到身上 此时栽两在晃一晃 哭通摔倒 宗峰知道惹祸了 宗连 快帮着我把尸体包起来 哎 两人把背拽下来 把王世贤往里边一放 包起来 卷好之后 放在床底下 然后 又找来了被褥 把这血迹擦干净 团在一起 放在一边 宗连啊 我谢谢你 你怎么想到这儿来了 哥哥 刚才我听你们说话 我才知道 你是老杨的人 我 我爹是巴郎 我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 我娘到北国受罪去了 我爹 在天门镇里呢 我姐姐江翠平 也被他们给杀了 现在 我身上有天门镇 派兵的镇徒 是我江姐姐留下来的 叫我送出去 我也不敢出去 这个东西 一看怎么办 今天晚上本来我要跑出去 没出去 结果往回来 就碰见王世祥 在你的门前趴着 听声了 我就知道不好 好兄弟 要没有你送事 我和黄冲仙 命都没了 这个图在什么地方 在我兜兜里放着呢 好 你把图给我 我明天 把它送出去 哎 你可别丢了 那是命啊 我知道 打天门镇的时候 可把我爹救出来啊 给 兄弟 帮我个门 来着刨个坑 把这小子 埋起来 好 哥俩整忙活了 半夜 就地刨了坑 把死尸放到里边 给埋好了 等到了第二天 杨宗莲 到各处探风 杨宗峰 借着寻影 查看天门镇为名 悄悄的离开了高山 就把宗莲的这个图 给送到了 带周城的 同时还组上一封信 这东西就交给了杨宗莲 杨宗莲 把他带进了城里 等到沐龟英打开图 才看完这封信之后 是又难过又高兴 信上说的很明白 这张图是江翠平拿命换来的 是宗莲 扯声望死 转交过来 并且跟他们说 三天之后 只定能弄出降龙 你们可派兵打天门镇 一切就是 只听你们的回音 杨宗莲 木归英 看完这封信 再看看图 心里都难过 想江翠平 为了把天门镇搭上了性命 小宗莲 为了得这个张图 舍死望胜还在天门镇内 大家怎么办 只有一个暗镇派金 准备打天门镇 可是人手不够啊 谁等啊 就在这阵 杨武郎回来了 武郎杨彦德 到外边请人去了 哎呀 带了不少人呢 有老杨武郎 叫杨继康 还有郑道平 就是孟良的舅舅 李天威 魏师仙都来了 等到了下半室 又来了一拨年轻人 谁领的呢 木铜木铁 带来孟良交赞的儿子 孟定国交亭贵 却老的少的凑在一块 木贵英非常高兴 大家在一起商量 怎么打天门镇 就在这 木贵英的师父也来了 黎山正母 把贵英叫到一边 说孩子 打天门镇主要是玉皇镇 你应该如何如何打 这个玉皇镇 要把镇眼和发财 要是给他打坏了 此阵不打自破 木贵英一一记在心里 刘师父帮打天门镇 黎山正母 一乐摇摇头 扬长耳去 没办法木贵英 找来这些老人 大家商量 怎么打阵 打到王怀女 李千威 常媒长老 魏师天 又是任道安 郑道平 老杨五郎 杨继康 小杨五郎 杨艳德等 六郎在这身体也健好 就是不好 也得出征 因为打阵得用人 这人不够 商量来商量去 定下来了 说降楼木只要到手 我们就打阵 为什么呢 要是叫沙里头人 得知降楼木丢了 他们把阵是夸的一遍 我们这张图没用了 这张图现在有了大用 贵英点头说好 说咱们都准备 骑上什么时候降楼木到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阵 因为你要是打晚了 山上人发现降楼木丢了 把阵势再一遍 我们这张图就没有用了 就在这阵 杨宗英回来了 他告诉木不英 说刚才杨宗峰已经送出信了 降楼木已经到在黄丰先手 只是白天不好往外送 等天一黑 他就把东西送来 你们就可以马上打阵 不能错 木不英剪剪头 好吧 既然如此 现在就吃战饭 一会儿点名过锚 派兵打阵 再看城里的君族 哎呀 欢呼跳跃 憋了一年了 这回可要打天门阵 都乐坏了 一个个摩拳擦掌 吃完饭之后 顶盔挂甲 赵曹树寨 记甲蓝存 纷纷在站外等候 是这些老人也在旁边坐着 等着听令 都得出战 要不然人手不够 那就一百丹麻阵 破了两阵 还一百丹六阵 一会儿的功夫 中军官传出令 元帅有令 升堂 就听着 咚咚咚 紧跟着有人高喊 唐威 再看木龟英 挥甲鲜明 左回湾弓 又在见 雷下佩戴 防身的宝剑 几步的来到了帅堂 帅暗后边坐稳身迎 祝将参拜元帅 两相战利 随后 把那几位老人 又挺到了两间 旁边侧卧 贵英说 众位将军 今天我们要打天门阵 所以 任人队勇 各个当心 派到谁的头上 谁就领兵出战 不得有物 随后 木英 高声喊货 杨兵 杨燕 招听令 本帅给你一千名君族 带领孟良交战 去打白狐阵 末将 分令 杨六郎 领了将令 跟孟良交战 下边点进去 木为英又传第二支令 蛇老太君听令 蛇太君 腾腾腾 几步来到进前 大家一看 老太君这么大年龄 也得出征 一看 殡法皆拨 但是二毛子 咎咎有神 腰板不塌 背不妥 往这一站 抱全兵首 杨帅 哪路差遣呢 老太君 命你带着张金镜 李翠平 花四玉 云秀英 罗氏女 杜金鹅 带着一千名君主 去打王母阵 老身 赎类 杨东英 杨东瑶 在 你们二人去打金铜阵 杨八姐 杨九妹 杨采峰 在 去打御女阵 随后啪啪啪 一一的派兵 玄武阵 有何庆 孟静国 焦廷贵带兵 罗汉阵 有杨彦德 杨继康带兵 七星八卦阵 人道安 宗铁锤 宋铁棒 桑门吊克阵 有岳盛 杨青 郎亲郎伴 朱桥阵 杨宗宝 杨宗奎 玉皇阵 这是主阵了 木徽英 亲自领兵 副将 王兰英 崔金定 木铜木铁 崔衣百色 十面埋伏阵 有杨宗英的老师 李天威 带着 陈林 柴干的 营中 有老和尚 魏师监 扣准 郑道平 这一僧一道 看门 保护八方千岁 四门紧闭 敬天佳音 所有的人马 一路一路 纷纷出城 一直来到 千门镇的外边 砸好了大笔 最后 木徽英 亲捧大队 领人马 来到两军镇前 此时 天色已晚 对面的镇中 静悄悄的 木徽英 轻轻轻轻一看 心里饶疑呀 杨宗风 黄凤仙 可就等降龙墓了 你降龙墓不到 我今天白派兵了 大家都盯着天门镇 这是星期四五 两眼望穿 天可不早了 怎么还不来呀 就在这儿 就听远处 一个马华罗铃 紧跟着友人高喊 哎 站住 杨宗风 千万 再不站住 我要你的命 大家一看 哎呦 那不是杨宗风吗 碗里抱的正是 小龙墓 行了 杨宗风到进前 把小龙墓 交给木徽英 木徽英要马 踏 天反正 优优独播室